而花莲县有44户的地震受灾户在去年10月份入住安心宅 梧桐寓所 不过近日住户就有反应 停车场空间不足 公共设施不完备 隔音墙也没有做好影响到了住户的生活品质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也前往现场挥刊 同时也要求县政府补助住户的公共设施设备 让大家住得安心 花莲县四年前发生0206大地震 造成市东建筑物倒塌 近200户流离失所 其中是市户选择一地重建 用各界上款来起造 间距耐造标章的希望工厂安心住宅文工 在去年10月13日正式启用 不过入住之后发现公共设施不足 包括隔音墙设备 停车空间不足等问题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也前往现场挥刊 要求县政府能够加以改善生活空间 0206花莲的地震灾害有190户的受灾户 那后来社会各界涌入非常多的爱心捐款 有一个赠灾委会也应运的成立 那在后来的灾民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零救济金零补助金 那另外可能自己去找房子 那另外有44户的这个受灾户 他们选择接受异地重建这样的一个案子 就在星辰 那所以这个叫做梧桐寓所 那也已经完工 可是他们现在还遇到很多的问题 包括可能在公共设施的不足 那还有在隔音的 因为就在铁轨旁边 铁路旁边还有停车位不足 这些问题 那甚至还有一些住户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搬进来 因为他请不到这个贷款 申请不到贷款 那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有一个善款宣督委员会 但是最近花林县政府 把它转型成为一个重大灾害的 一个急难救助的专款 一个专户 那在受灾户 还有这个相关的困难跟需求 需要被解决 需要来协助的前提之下 这个专户转型成这样子的一个 我想这个适当性与否 社会大众都可以一起来公平 因为他们还有问题还没有解决 当时这些经费就是要来协助受灾户的 你现在转成一个 当然重大灾害需要协助 需要来救助 但是这个专户本来就是应该用在灾民身上 那灾民现在还苦哈哈 还陷在困境当中 那应该要来 县府应该要来拿出对策 来解决这些受灾户 因为他们房子倒了 已经非常的可怜 非常辛苦了 这三四年来的心情 有些人因为这样子 而家庭失和 甚至生病要吃药 我想县府不能够忽略这一点 在帮助这个0206的这些受灾户 特别是梧桐寓所的这里的受灾户 拿出对策 在这个款项的 还有他们的需求上 应该要给予最大的一个帮忙 先议员张美惠表示 由于华林先议会正在展开定期大会 华林先议会建设小组 召集人林元傅 先议员郑宝秀 第二召集人杨花梅 也会针对住户们的需求进行咨询 希望还给住户们一处最安心的生活住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